欢迎收看 命令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祖霖 我是陈亚岚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相爱容易相处难 感情的问题很难拄拄 真的 而且往往容易碰到 心理的失控 傷害到另外一半了 你覺得這樣 很少 今天說你的那個小三有來 很愛的一個 很可愛 他心裡有受你的創傷嗎 應該沒有 頂多是愛不到我那些 好 那愛不到怎麼辦呢 就請老師來解決 首先我們歡迎心裡受過創傷的 吳美玲老師 他會揮手揮得那麼自然 真的有受過創傷嗎 每一個人年輕的時候都有 是 他那麼漂亮都讓人家受創傷 是 接下來歡迎舒函老師 大家好 老師好 以及美麗的白玉老師 老師好 來 愛得越深 越心碎 學會愛理不失控 我們來歡迎幾位特別來賓 我們首先歡迎我們的 這個是我們的臨床心理師 張家綺博士 歡迎你們 張家綺你好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作家H 來 大家好 H導演 接下來歡迎你的小三 搶搶 很瘦 一定要站你旁邊 真的 再一次 這個好 難怪啦 這個我就真的做不到 你的選擇是正確的 對 來 我們首先恭喜我們張家綺博士 出新書 《失控的愛》特別帶了 再來送給兩位 偶像主持人 謝謝 謝謝 對 張牧師請回座 請問您這種失控的愛 這裡面是有很多的案例是不是 在這本書裡面總共整理了 六種不同類型的 失控的愛 所以就會有六個很不一樣的案例 把大家那種 在各種親密關係裡面 遇到的一些很困難 很衝突的東西 就是把它寫出來 然後很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在跟他們談的時候 大家都會講說 是另外一半不對 另外一半不夠好 我才會這樣 但是其實這一本就是在教大家說 其實很多時候 不管是誰不好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自己都可以 讓自己能夠更安定 然後更健康 謝謝張牧師 待會兒慢慢來聊一下 尤其張牧師幫我們看一下 我們今天這位個愛 這位病人 強強敢愛敢恨的個性 會曾經遇到控制狂的情人 會讓你很受不了 就是因為妳太漂亮了 就愛妳 不要妳走 我真的覺得男人都想控制我 而且現在這個世界上 他們都想控制妳什麼 都叫妳閉嘴 不是 他們都想打我 想打妳 就算了 然後又想要 控制我的人生 控制我的思想 控制我一言一行 我覺得現在很多男人 都沒有用 又變態 因為他們是覺得說 很多男人他覺得說 今天我自己不夠好 沒有關係 可是我的另外一半 如果他很好 我就要攻擊他 攻擊他 貶低他 來製造他自己的成就感 看男人很多是這樣的 很沒有用 那當然 當然如果你去刺傷他的一點 或是說 跟他一言不合的時候 講出一些心裡話 他說我覺得這樣 真的是沒有用 根本沒有啥叫小 他就要打人了 他就要動手了 當然我一任男朋友 就是恐怖情人 就是他一定要 你隨時隨地 就是在他很恐怖的狀態下 你就要跟他說 我愛妳 他會這樣子 我看著妳 然後拿著電線 這樣子 幹嘛 拿著電線 就要怎麼扭妳脖子 然後問妳說 妳愛不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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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人 你看 拿著電線 要逼妳說 你愛他 那個當下妳會不會說 我愛 我當下就順著毛說 因為生命 對不對 我跟你講 推到恐怖情人 現在很多女生 一定要懂得保住自己 就是妳要順著 當下順著她的毛澤 不管妳有多害怕 或是妳有多驚恐 妳就是一定要順著她的話講 對...妳全世界最棒了 真的沒有看過 我們要那麼棒的男人 我想跟妳在一起一杯子 然後等到妳這些東西 等到這些東西已經解決了之後 趕快出去再處理它 我就是這樣上過新聞 恐怖情人的新聞 那當然不只還有恐怖情人 我每個男朋友都想控制我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更離譜 他就是不准我的手機裡面 有任何男生的電話 他覺得... 真的 任何男的電話都不行 你看 這樣他其實內心是非常的沒有分量 他對自己其實非常沒自信 那當然 你就是當時年紀輕 我現在時候都大概我20歲了 我也是就遇到神經病太多了 所以我的瘋狂也會非常地多出來 倒就今天的我 那當然那個 有很多的故事 豐富的人生經驗 要來分享給大家 對... 對... 我要...我要來告訴各位 女性現在男人真的很多次沒有用的 他發現他沒有用的時候 我們就趕快離開 那當然那時候我不懂事 所以我還會繼續遷就他 那當然就是像手機裡面 有那個男生電話的時候 他就是全話刪掉... 然後刪掉之後 因為你當時就想說 好 在一起 因為他每次要一直吵... 那你當然就會說 好 那我刪 刪完之後每次見他的時候 因為我住在我家 那他是他家 那我去找他的時候 我就在外面把電話都刪掉 然後回到我家 再重新重灌一次 聯絡本來重灌一次 你不會買兩支手機啊 不行 他們很厲害的 他們發出來哪一支手機不一樣 他們都會這樣子 他們是很厲害 你這個感覺跟那個感覺不一樣 他們都可以看出來的 所以當下其實我手機 都是跟他們A來的 他們靠他們買給我 所以... 所以我那時候年紀很輕 也沒那麼多手機 那當然他就是看到你手機 沒有任何一個男的電話 就會瘋掉 那有一次我們去看電影的時候 他又來了 又在那邊滑 就是已經電影開始了 他說我要看檢查手機 我就好 給他... 當然我外面已經刪過一人了 給他了之後 他又一個人漏掉了 一個男的漏掉 沒有刪到 老花漏刪了 沒有刪到 然後他就... 這個男的 他在電影裡面就起笑 在那邊發瘋 我電影都不想看了 我覺得真的我真的受夠 那時候我就說 那我不知道不要看了 我要走了 我要跟你分開 我就走了 走出去外面 我就回到家 回到家之後 這男的超級瘋 他就傳訊息給我說 你為什麼對不起我 你欺騙我 你說我不會有那個男生電話 你借了男生電話 你欺騙我 我要給你好看 然後我就不理他 他說你接電話 趕快出來 接電話 我要過來找你 我就不理他 為他之後 他過了一個超極端的事情 他就直接拿了毒品 到警察局裡面 然後拍警察的門口 然後拍一張照片 跟我說 你現在再不接電話 你再不出事呢 我就要到警察局裡面 舉發這毒品是你的 我想說他沒這個狗膽吧 結果過不了多久 他就看到人在 在辦公室前面 一堆警察突然 然後那一包毒品 已經放在那個桌上了 他就說警察等一下會過去找你 來我家找我 他用這種方式來逼我就範 逼我跟他妥協 結果警察有來找你嗎 你要來找我 也把我帶走 那當然把我帶走了 也把我抓出驗尿 整個晚上就在那個籠子裡面 過一個晚上 然後呢 我爸爸也來 就要送什麼到法官那邊去 法官那邊去的時候 當然那個男的就自己去 他那時候又發現不能沒有我 已經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了 他就說不能沒有 他跟法官說 是我 都是我的 然後法官跟我說 這個男的 你再也不能要了 你知道嗎 我說 好 之後我出去我跟他和好了 我又再跟 休閒 好 我再把你後面 可是真的是 當時這個年輕不懂事 很容易遇到控制你的人 可是呢 你又不知道怎麼離開他 那當然後來 我才會漸漸發現說 他們這種問題 是沒辦法馬上解決的 因為他們是本身的自信心問題 就好像是 我跟你講 我們出去坐計程車 轉計程車我們都坐在後座 因為坐前面的 坐後座我就看手機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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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我頭好暈我暈車了 我就說 我頭好暈我 我真的不能在車上看手機 然後那個男的就會怎麼樣 停車 停車 他停車他就下車 下車說 他就要打我 我只能說這一句叫做 地雷 最大的地雷 那年紀輕就是會遇到這些問題 早看輕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棒的成長 確實 我們都在挑這麼大神 等你來開房 想開房插花摸一把嗎 我們都在挑戰吧大神APP等你喔 轉計程車我們都坐在後座 因為坐前面的 坐後座我就看手機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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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好暈我 我暈車了 我就說 我頭好暈了 我真的不能在車上看手機 然後那個男的就會怎麼樣 停車 停車 他停車他就下車 下車說 然後把我抓下說 你看不起我 你看不起我 你現在嫌我不能夠買車 你就是看不起我 你覺得我們就只能坐計程車 是瘋了 我跟你講 我說我沒有這個意思 他說你就是這個意思 你就是在嫌我 你現在就嫌我 我跟你講我跳到黃河洗不清 我就是這樣子一直以來 這些男人就這樣這樣不斷地 我的話語沒有講到什麼 他就變成侮辱他們 那他們自尊性的問題 不是我是神經病 他把什麼事都忘了 他自己身上的男人 都寫成他自己的那個劇本 對 然後後來 其實這種男生 還會在他的家人面前 去幫你製造一下 就是你不好 就是他們很愛貶低你 你說這個女人就是神經病 因為他就是不好 他就是一個很爛的女人 所以我們常吵架都是因為他 他就把所有的問題 毛頭都指向你 讓大家去攻擊你 我當然沒有他們幼稚 我說來啊...沒差 反正他不是我家人 我幹嘛跟他家人交代那麼多 所以我當然不會去解釋什麼 那當然後來我們都分手了 他的家人當時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也非常的討厭過 那分手過了轉轉幾年之後 他家人有一次又看到我 但我才發現他家人被他 被他搞得一塌糊塗 非常的慘 非常的慘 欠債 然後又有牢獄之災 什麼都有 然後他的家人又 他又有一些賭博 不好的不良習慣一大堆 然後我看到他的時候 他已經很慘了 然後他的家人就跟我說 就跟我道歉 當時對我的不好 然後他們家人都會 一起來圍攻我 就是因為這男的 會亂講話 我一個人對好多人 那當然他就跟我 問他家人到那時候 就跟我講 過了很多年跟我說 你爸爸有一個好女人 我有一個壞兒子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這個就是你看 自食惡果我也沒有辦法 他到現在還是一樣 不斷的輪回 他常常會就是逃避自我 所以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這就是你看 男人的問題 變態又沒有用 我就幫助他了 他也不讓我幫助 張家錡博士 請問你要開藥嗎 還是這種情況的時候 打針還是... 這個說真的 這個吃藥也沒有辦法救到 因為這個一聽就知道 真的是心理上面 還給那個男的還給... 槍槍 我覺得是一些心藥的部分 需要一些心藥的部分 但是問這個家錡博士 就是這樣的控制狂 很像在罵小孩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對 因為其實我剛剛講到說 我分析了六種不同的 都很失控 其實你只要遇到一種的話 你那個真的就是生活 就已經很可怕了 我剛剛聽強強講 我真是聽得心驚膽挑 因為那個已經中了 兩種以上的那個感覺 那是已經混合型了 兩種 對... 我聽起來的就是一個 就是剛剛篤林哥提到 那個控制的動作很明顯 對不對 他好像說 他有一點好像是 要監督你一切的東西 那個控制的部分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 我聽到的又呈現出一個 非常非常低的一個信任感 就我在書裡面 有講那個叫做 零信任性 就是零分的信任感 這樣子 那我這樣子聽起來的話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那個為什麼要去... 好像永遠要去監督 永遠要去控制別人 很多時候在這種類型的個案上面 然後我們會感覺到 就是當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之中 他們其實有一種經歷 就是... 他可能在小時候 如果他真的不乖 還是他犯錯的時候 他感受到很嚴重的拋棄 雖然對強強那個故事裡面 好像他都是在說 你沒做什麼 還是你做了什麼 讓我有什麼感覺 可是其實剛剛強強說的 真的很精準 真的這個人心裡面 那個動態大了 那變成說 不管別人做什麼 他都覺得說 這是我的那個意思 那這個意思就是 等於說這個 我剛剛分析的那個心理狀態就是 他的頭腦裡面 永遠在找 我有沒有用的那一個訊息 所以說 強強你剛剛說 你講他那個什麼 我覺得你沒有什麼叫小 他就要打我 我只能說這一句叫做 地雷 最大的地雷了 那年紀輕就是會遇到這些問題 早看輕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棒的成長 確實 所以很多時候就講說那種關係 就好像對 在愛情中的這兩個人 對強強來講說 好像說這一段關係 很不好 可是我會覺得 就是以那一個對象來說 其實他不管 跟哪一個女生在一起 當他自己不好的時候 他的關係其實 他換哪個女生 其實可能很困難 都一樣 如果沒有往自己心裡面 去整理一下 那雜琦 那這樣的另外一半 我們發現 那他經過諮商 他看到自己的狀況 他能夠成長跟改變嗎 可以 所以如果說你在 長大以後有那個勇氣 稍微去面對個兩年三年 其實那個是可以調整過來的 對 謝謝 除了找心理師之外 聽說我們的姓名比劃 也可以看得出來 會把另外一半當小孩的 什麼格局 姓名比劃的格局 有一些都這樣 那真的管東管西的 對啊 有點很煩 來 吳美玲老師 現在就是很多的女生 其實角色都扮演錯誤了 對 因為魔愛爆表 或者是能力太強 所以才會造就了那麼多男生 需要被女人照顧 媽寶 對 所以我們來看 哪一些筆劃的人 是會把另外一半當成小孩 因為他自己角色就扮演錯誤 這個我們看地格 地格有16話18話19話的人 愛心爆表 這種就是常常會燃燒自己 照亮他人 你知道很多女生 每一天都喜歡燃燒自己 因為他喜歡把自己 所有的一切付出給對方 然後把對方照 像比如說今天天氣冷了 他就會趕快想要幫他 送衣服過去 有一些女人是不會的 但是這些他就會想要每天 明天老公要穿什麼 他就幫他準備好 要吃什麼幫他準備好 出門只要買衣服或逛街 都會想到另一半 你知道有一些女生是不會的 他只買自己 但是有一些女生 他會特別只要出去 餐廳吃一次 他就想要幫他打包 今天我吃這個羊肉爐好吃 我也要打包回去給我老公吃 然後買這個衣服 這個鞋子適合我老公 我也想要幫他買 有時候把男人照顧得太好了 因為他會把男人 像他自己的小孩子 一樣在照顧 在疼愛 所以他每一天 所有的眼光 所有的精神 都注重在另一半身上 那這樣子的話 久了就會把男生養成媽寶 你知道現在很多女生 很多女生 他把男人當自己的小孩在照顧 他會失去謀生的能力 那個男生會依靠 男生就久了就依靠他 然後依賴他 然後自然久了就離不開他 那離不開他 當男生如果 當女生如果 哪一天自己長大之後 想要離開男生 也很難離開了 所以為什麼現在 產生很多的這些 什麼家暴 對 或者是很多的問題 情緒問題 像那個醫生 你應該也看過 不是 好像很多都是這樣子 女生的扮演角色錯誤了 然後把男生每一天 他的生活習性 他的想法 只要男生回到家裡 女生就馬上跳出來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一直問你怎麼了 然後想要去幫男生 去解決他的問題 所以這樣子的女生 就是自己會比較辛苦 那另外一種 就是比較能幹的那種 也會把男生 當成另外一半 當成小孩在照顧 這種 但是中間 只要他發現這個女生 有跟男的朋友 LINE上面有一點私訊 就跟剛剛跟你講一樣 他甚至就拿水果刀出來 說你如果下次敢再這樣 我會殺人 他就這樣威脅他 那這個時間一久 那女就發現他 活在一個很像地獄般的生活 因為每天都像工具人一樣 在做事 也沒有得到愛 所以他就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出去工作 趕快慢慢長大了 我可不可以出去工作 每次他一找到一個好的工作 面試好了 薪水攤好了 準備今天要 第一天要去上班的那一天 老公就會忽然站在門口 你 今晚 你有空來開放嗎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比較能幹的那種呢 也會把男生當成另外一半 當成小孩在照顧 這種呢就是地格比較能幹的 有二十四 二十六 二十七 怎麼可能 中了 我不可能 能力太強 能力太強 這個可以 強強 因為有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六 二十七的人 看事情太厲害 很準 所以你剛開始跟男人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你也是很溫柔的 對 我差不多撐兩個月 看穿看穿他 我就自然就知道 我就膩了 你並不是一開始就很兇 對 其實你一開始在男人面前 你也是扮演得很好 因為你會關注到 譬如說這個男生在做生意的時候 他到底是資金有問題 還是你的人脈有問題 還是你的思維有問題 所以你因為能力強 所以你也會想要去幫助對方 那對方久了讓你幫助久了 他也會產生一種依賴 那依賴久了之後 當他 當你要跟你 你突然看清楚他的為人之後 你想要離開的時候 那對方 因為已經在你身上產生依賴了 他要離開也離不開了 所以這種把對方另一半造成 就是把另一半看成小孩的人 到最感情都比較容易出問題 但是並不是說 有這些筆劃的人一定都會對到 就是說 像如果在紫微斗數裡面來講 你的夫妻公有太陰化妓 或天積化妓 天童化妓的人 就特別容易 那因為每一個人夫妻公不同 相不單論 有的人呢 他雖然有這些筆劃 但是他其他的功位 他還是很強 他碰到 他在挑男人還是很有智慧的話 就比較不容易 有時候放手讓男人自己獨立的話 這樣雙方都會好 愛注意喔 來 我們這邊問一下愛曲導演 講到這種控制狂的行人 你的讀者也會寫信來跟你訴苦 對 就是這個女生 她從國中開始就喜歡上 他們班上的一個男生 這男生很帥 很受歡迎 然後就一路喜歡 喜歡 喜歡了十年 可是這男生他中途 當然因為他太受歡迎 他都會交不同的女朋友 交了就分 交了就分 然後大家到二十出頭歲的時候 這男生決定要定下來 但他有一個癖好 現在是什麼時代了 哪還有男生會要處女 有一些宗教就是 對他們就是 是喔 沒有 有些人真的癖好不一樣 真的會 所以那個男的之前教的都是處女 對 少這麼多處女 所以他最後他要結婚 他當然也找一個處女 他就找了這個國中同學 這個女生當然就好開心 因為我暗戀他好幾年了 終於沒想到最後 雀屏重拳了 竟然是我 但他殊不知 這是他地獄的開始 結婚生了小孩之後 他們家還養狗 那這男的每天就無所事事 然後每天幹嘛呢 就叫這女生做家事 做三餐 帶狗去遛狗 然後帶小孩 然後餵小孩 洗小孩 這男的就跟大爺一樣在家 什麼事都不做 但是中間只要他發現這個女生 有跟男的朋友 線上有一點私訊 就跟跟你講一樣 他甚至就拿水果刀出來 說你如果下次敢再這樣 我會殺人 他就這樣威脅他 那這個時間一久 那女生就發現 她活在一個很像地獄般的生活 因為每天都像工具人一樣在做事 也沒有得到愛 所以她就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出去工作 小孩慢慢長大了 我可不可以出去工作 因為她打算要離婚 要自己能夠賺錢 她就跟她先生說 那她先生就說可以啊 你要出去工作 那你去找嘛 那女生就開始去找工作了 結果每次她一找到一個好的工作 面試好了 薪水談好了 準備今天要 第一天要去上班的那一天 老公就會忽然站在門口 你那個襪子還沒幫我洗好 她說沒有 我洗好了 沒有 你再去看 你那個襪子沒洗好 然後老公就會找各種事情 來爐他 那女生就說不行 比如說八點了 八點多了 我再不出門 我要遲到 男生就說 我不會讓你出門 你不用想去上班 然後女生就要推他 男生就開始生氣 就捶 這女生因為這樣 被逼到之後怎麼樣 她也受不了 她反手 就是她反擊了 她怎麼反擊 她拿剪刀丟她 所以這就變成 不是單方面的家暴 變成雙方面的打架了 然後甚至... 你原來被打 你去報警 還都是對不對 對 還都是對方的錯 你丟剪刀之後 那還把兇器丟給她 沒有 對 真的是 而且因為她丟兇器給她 對不對 然後那男的就要拿剪刀起來 然後那女生就抓住 那抓住之後 就是比如說抓住剪刀 那是死不放 然後那個男的就 把那個手一轉 就女生的手指頭差點斷掉 很可怕 就只擦骨頭那個沒有 就黏在那裡面而已 那我說這個 跟原生家裡有點關係 就是這個男孩子 從小到大就是家裡面 爸媽離婚 雖然他只是媽媽 跟外婆來養他 但是他們養他都怎麼樣 都打他 不分青紅照牌就打他 這男生是被打大 是從小被打到大 雖然他外面是萬人迷 可是他從小長大的 經驗是這樣 這女生本來一開始 也就知道這個背景 那也因為知道這個背景 所以她特別覺得說 那我可能要給她更多的愛 結果沒想到嫁過去之後 是這樣的下場 都是悲劇 對啊 來 我們請教一下白玉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感情中 喜歡全面控制 這個控制要有一個前提 就是當我的愛情是一個容器 對方的情緒可以往我的容器裡丟 並且我尊重她的時候 我才能反過來去對她有要求 如果我今天是 我沒有去包容她 沒有理解她 沒有給她一個安全的感覺 我就要去要求她 苛刻地告訴她說 這個可以做 那個不能做 那這個就叫做全面的控制 所以不管是女生還是男生 如果沒有這種互動 我們就要小心了 全面控制就不是好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參考一下太陽上升和金星 第三名 巨星 什麼 沒有 你喜歡被全面控制 她喜歡被全面控制 這個是控制 還是被控制 感情中喜歡 喜歡被控制的是被控制 被全面控制的 喜歡 有一點笑 有一點 感覺有一點笑 越手越覺得笑 露露地打開來 容易比較劇場很多 她喜歡被愛淹沒 對 有點這樣的感覺 這種全面控制 算是比較柔性的 比較柔性是怎麼樣 就是通常巨蟹座是月亮守護 所以通常越小的巨蟹 在經歷不夠多 對愛不了解 對人的認識 也不是很顯熟的時候 它會有一種沒有信心的感覺 它需要去互動 經歷 然後透過一些事件去判斷 這個感情裡面 它愛我多少 但是畢竟巨蟹越小的時候 越對這個愛的判斷 是有一個落差的 就如果這個沒有聽我的 沒有跟我的想像一樣 沒有跟我的劇場一樣 並且我有感覺到被比較的話 那這個不得了 這個巨蟹心裡會很痛苦 覺得說我是不是就是那個 最不被看好的人 我那個恐怖情人 就是巨蟹座 真的 你不要這麼不就補這刀 他講起來 他是巨蟹座 王小菲也是巨蟹座 阿超哥也是 拿槽座 不要 其實對巨蟹是滿兩極的 可是他愛起來是很甜蜜的 對很溫馨很甜蜜 其實巨蟹做得好的時候 真的是很頂尖的 但是如果他對自己不太了解 並且判斷力還不夠的時候 真的很容易沉入情緒的谷底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巨蟹座在這個時候 他容易被別人誤解的是 他用情緒去處理事情 但感情裡面的不信任感 都是來自於情緒 情緒會傳達錯誤的自我意識 比如說我覺得你怎麼樣 一樣的話 H 我覺得你很棒 H 我覺得你很棒 聽到他的心裡面 就不太一樣了 我不知道老師還有這一面 對啊 下一條 下一條 演得還不錯 下一條 對 就是 這真實 我們會越來越熟的 對 越來越熟 所以這個劇場 通常都是巨蟹腦補的 比對方傳達的要多 而且巨蟹比較可憐的是 他很多情緒不太會表達 他自己收起來 所以他腦骨是來自於 我不懂表達 所以我在壓抑中 自己想像 對方不喜歡我這樣的情節 所以這個控制 我們的很多憤怒控制 都是來自於 自我的慾望沒有抒發 壓抑在那裡 時間久了會變成控制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名 所以他這種不離不棄 他並不是那麼的愛 他是代表 我有一種虧欠 跟一種欠債的意思 我這輩子好像是來還債的 我這輩子是來還這個感情的債的 我是來還一些這些姻緣的債的 我有一些因果業障在身上的 今晚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我們都在挑戰吧大神APP 一起開房插花碰碰湖 等你喔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名 好 摩羯座 中了 中了嗎 中了嗎 多少還沾點邊 我看一下 思想傳統各種規則 摩羯座其實對於傳統 比如說倫理道德 該做什麼 不該做什麼 所有人的角色應該怎麼扮演 而且他的自律心夠不夠 有沒有主動 這個是看很深的 如果稍微有點偏差就想說 作為人 怎麼可以這樣拍桌子 就大家長的樣子 可是我們話說回來 雖然說大家長什麼都說的對 但是為什麼孩子會叛逆 因為沒有彈性 你說的對應該 但是想不想是我心裡的感受 為什麼應該就要想呢 很多人就不理解這一點 所以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宇宙 還有自己的邏輯 雖然你的邏輯是對的 但在我這裡我不一定做得到 甚至我不一定認同 所以就是每個人的價值觀 愛情觀 看待一個事情的觀點 為什麼要反覆溝通 就是要找到對方的價值觀的立足點 是不是跟我的一致 然後怎麼樣互相尊重的 讓他達到雙方的心理平衡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覺得 魔爵其實表達想法很棒 但是不要用管的 但愛情的藝術就是柔軟 對 並不是直接 直接是商業工作可以 愛情就是要軟才行 這個就是要多沉澱參悟一下 好 來看第一名 天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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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雅蘭姐太陽天蠍 我要困難 我要困難 我們看一下皇上 不知道 等一下皇上怎麼了 投資心態 看收益力 投資喔 對 還好現在沒有人可以投資 天蠔好的一面 每頭都要三棟房子 我就慘了 天蠔好的一面是 我管控你 但是我也投資 就是我给你 然后顺便管你 可不可以呢 这是什么心态作祟呢 因为天蝎是冥王星守护 所谓的冥王星 它有一点十二星座里面 最宿命论的一个就是天蝎 我如果没有安全感 那这里面一定是万劫不复的 发生了什么原因了 那人的人性是不可改变的 到死都不能改变 所以在这里我要先祈祷防护墙 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控制欲 我为了我们关系好 所以我先弃一些防护墙 互相不要踩雷 但是人总归不是什么AI机器 不可能什么都侦测好 然后把它做得好好的 总会有失误的时候 总会有低谷的时候 强求别人的时候 这个控制欲就来了 那有些人在自我不自知的时候 我认为我付了钱 我认为我帮了你 我认为我存了点数 应该够扣吧 结果呢 人的感情就这样 并不是我存了很多爱 那就可以倒扣那个 我给你很多控制的这种权利 并不是他不对等 他跟做生意或者做投资 是不一样的 不可能我抗了风险之后 我的收益率就比较高 并没有这种相等的逻辑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告诉天蝎 没有安全感 不要用猜的 不要让对方猜 我们也不要猜对方 可是我凭飞那么多 我哪有办法一直做 我觉得我们现在只针对 一对一的现在呼吸关系 好 好 皇上特别 我们就不做多事赘述了 好 所以以上提供大家参考 但是我们这边 就这个问一下 佳琪博士 每隔一段时间 新闻总是会跳出来 谁又婚内出轨 谁又劈腿几个女生 这个问一下说 会想要经营多段关系的人 其实是心理权力感失衡 其实大家通常都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两个人是爱情关系 亲密关系 所以我跟他就是谈感情 看我跟你合不合 还是看我跟你感情好不好 可是其实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想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 我不是只是在寻求那个亲密的感觉 我的所有的事情 都需要在这个关系里面被满足 比如说我讲那个心理权力感的意思 就是说我有能力去影响别人 还是说去决定别人的事情 那个我很想传达的就是 我们虽然是经营亲密关系 但是真的每个人 在这个关系里面都各取所需 你成长的过程之中 你比较缺什么 其实你就很容易在你的亲密关系里面 去找什么东西 刚刚那个篤灵哥问到 就是那个多重关系这件事情 那我书里面去分享的那一个例子就是 他其实小时候 应该是大概可能小学时期之前 其实家里面蛮和乐的 他也蛮喜欢他爸爸妈妈 他都会跟我分享出 他很小的时候那个记忆 就是这样睡在左边有爸爸 翻过来左边有爸爸 右边有妈妈这样子晚上睡在那种环境 全世界都包围着我 对 就是很有亲情 很有被爱的感觉 可是他就大概还不到国中的时候 就父母就反正有一些可能外遇的问题 还是怎么样 那就父母就离婚了这样子 那父母离婚了之后呢 他就跟我分享到就是他们爸妈 那个爸妈嘴巴里面就会讲说 爸爸妈妈都很喜欢你 所以就变成礼拜一到礼拜五 你跟妈妈过 礼拜六礼拜天你来跟爸爸过 有这样的安排 后来就发现他到爸爸家的时候 那个爸爸家就有一个阿姨 那他到妈妈家的时候 妈妈家里面会有叔叔 对啊 所以他发现他到哪边 都并不是那一个像以前一样 可以得到那一些温暖 并不是所有关注的焦点 是啊 所以我讲那个心理权力感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这个人 就对那个孩子来说 就是我这个人到底 有没有权力被注意 还是我有没有权力被喜爱 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他长大以后 为什么我们会讲他 变成他很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他一定要有同时 有不同的亲密关系 因为他会觉得 当他是很多段亲密关系 的那个中心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 我去操弄一些资讯 你看我礼拜六礼拜天 我其实是怎么过的 可是我跟A过的时候 我不会跟B讲 那我跟B过的时候 C不知道什么 那这些过程 其实对这样子的人来讲 因为他的成长经验也好 或者说他自己 可能比较难调试一些东西 他会得到那个权力的感觉 就是你看我这么多段关系 然后你们是在我的一个 掌控之下 对对对 我是操偶师 对对操控者 所以那种心态就变成 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 在内心 透过一些资讯 还是透过一些比较深入的 去整理的话 这种东西就 很容易一直重复下去了 其实当他自己 看懂了这些东西 他就觉得说 我不如先规定我自己 三年之内 我不要再谈感情 我不要再交男女朋友 这些事情 我来去把我这个权力感 我这种权力的需求 我来去经营一个创业 我来去经营我的事业 我好好的去在别的地方 去体会我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我不要再玩这些感情的东西 对对对对 所以这样转一个方向 也是对的 对不对 要不然 事业就会做得很好 对不对 我们转个方向 转个方向 你转出去一点 因为我要问一下 舒衡老师 那些只为命格的人 爱上的就是一辈子 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讲说 其实一辈子 不是大家想的永远 因为如果在感情上面 你只要懂得坚持跟洁身自爱 这个比一辈子还要更珍贵 好那么在这边的话 我们要拿出我们的 紫薇斗书命盘 最主要看的是命宫跟夫妻宫 那命宫为什么要特别看它 因为它代表是命主本人的思想 也就是我怎么想 我怎么过我的生活 那夫妻宫就是鉴定我们感情 一个很重要的宫位 你怎么看你的另外一半 和你怎么对待你的另外一半 所以命宫跟夫妻宫 我们都要同时来参看 那譬如说像强强 强强你的命宫是破军 然后夫妻是舞曲 这个也是蛮猛的 那么H这边 你的命宫是太阴 那么夫妻宫我们对宫借过去 所以是天同天良 那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你们有什么对众 好来看一下 这边第三名的就是要有 化妓心进来 那么化妓心它为什么会让你觉得 很有安全感 可能爱上的就是一辈子 因为它忠心耿耿不离不弃 所以如果你的命宫跟夫妻宫 有化妓心的话 好但是化妓心可以看到 这边叫做己心 己心代表就是一种亏欠 所以它这种不离不弃 它并不是那么的爱 它是代表 我有一种亏欠 跟一种欠债的意思 我这辈子好像是来还债的 我这辈子是来还这个感情的债的 我是来还一些这些因缘的债的 我有一些因果业障在身上的 那么如果有化妓心在命宫 跟夫妻宫的人 他在感情上面即便有一些不甘愿 或是即便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但是都会因为化妓心觉得 我好像欠你的 我就会很努力地一直付出 一直付出 所以如果你有认识这种 命宫有化妓心的人 就会发现他对家庭 对感情甚至对前任都很照顾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丈夫 或你的男朋友 在命宫有化妓心 你就真的不要去看他的手机 看太多 因为你可能会气疯 好 再来看第二名 就是什么事情都要 好像一直想黏着你 就是你是他全部 然后还住到我的家里面来 但是他就是很不太乖 所以我家人很喜欢他 所以他就觉得很听话 他喝酒也不会反抗 不会反抗 就是不会怎么样 他就把你当成全部 他就开始哭 这种种会哭泣 我真的送不了男人哭 我老实讲 为什么天天大下来的事情 你就哭个很哭的屁 我老实讲 我真的送不了男人掉眼泪 又为什么当不了事情 然后他就是 好 再来看第二名 第二名我们来看是太阴心 这是我们的H 但是他最重要是什么 他一往情深感情洁癖 太阴心的他很好玩 他太阴就是月亮 月亮代表就是 在紫薇斗树 我们讲就是妈妈的那种感觉 那妈妈他照顾这个家 最重要就是他很有责任感 所以他不离不弃 是因为他太有责任感了 他觉得我谈感情 就是要一生一世一双人 所以往往都是别人负我 而不是我负别人 往往都是别人先提分手 我才说好吧那你走吧 很难从太阴心的嘴巴里说出说 我受不了你了 你赶快走吧 不好意思承认 因为我也是有负过别人 你有负过别人 那应该年轻的时候是不是 对 但是老了以后 尤其是三十五岁或四十岁以后的太阴 那个责任感是非常强的 那责任感条件那么不好 当然我开口说分手的 到底是被分手 而且我跟你讲 他一切很好 他是那种即使对方容颜老去 他都会说这个叫做 这个也叫做时代的风华 我也还是能够好好的 跟另外一半相处 不是说今天 我一定要跟漂亮的 新鲜的辣妹在一起 所以一个很特别的女生 或很有对到你的生活品味的 即便是年纪大 你也可以跟她很好的相处 对 年纪大 好啦 好啦 先点头 先点头 是啊 敢承认吗 没有啊 还有一个重点是 他的那种感情洁癖是在于说 他也没有办法接受同时多对 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没有办法接受同时多对 他是会有这样子一个 很强烈的感情洁癖在于 对 所以如果你跟太阴心的男生 交往的话 你不用太担心他同时多对 但是会希望你在他的面前 要保有一种有气质的优雅 不要让自己邋遢遢 出现在他的面前 再来我们来看第一名 第一名呢 就是吴曲星 是我 是你 我又搞头 有搞头啊 但是呢 吴曲星的妙是妙在哪里 来 你看 杰森再远离优惑 为什么 因为吴曲星呢 第一个 他对于赚钱这件事情 他很在乎 对 所以呢 他会觉得 谈恋爱 就是爱情跟面包 但是我也要说 是要三十岁以后 三十岁以前 也是处于一种疯狂爱的状态 三十岁以后呢 爱情跟面包 他就会冷静下来 我思考 我觉得面包比较重要 所以呢 我觉得赚钱比较重要 那这些阴阴厌厌啊 这些循花问流的事情 我就先把它暂且放在一边 我先去赚钱 所以他的赚 他的这个叫做 坚持和热爱 这一辈子 就是我不会变心 是建筑在 我觉得赚钱比较重要 这个点上面 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他的洁生 自爱远离幼 或是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同时 经营很多段关系 或是我要养小三 那很浪费钱 对 那很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我就是 雇好一个家 或是雇好一个正宫 我选一个很好的伴侣 待在我身边 一辈子 这样就够了 因为这样子 是一个最好的投资 就是其实最恐怖的 还是枕边人 所以每一个人 在选择 另外一半的时候 一定要真的凝缺 勿烂则伤固执 对 来 我们这边问强强 对 说你凡事都靠自己 但曾经有遇过一个男生 把你当全部 我真的是吓死了 让你很有压力 我真的吓坏了 讲不好吗 我觉得这个男人是没有用 他就想说把女人当成分 先讲等一下 你在骂人前 骂他之前 先讲他长什么样子 他长至少有180 187公分 180比我还高 其实是算OK 可是我跟你讲 一个男人 他如果没有用 他居然戴好的皮囊 今天你讲 你过两个月 你就会已经会 停 汪回倒带 聊皮囊 180公分 然后呢 长得像谁 他长得有 长得其实 长得其实 他其实是ABC那种样子 我们在滑雪认识 他其实真的是 真的算是 真的体格跟外貌都很高 对不对 都符合你的要求 那结果怎么了 也听话 他就是 太没有用了 太无能了 真的就是你 他那时候我在国外认识他 那是因为我同学关系 认识这个人 他教我滑雪 然后我滑雪一直跌倒 他就是来扶我 教我怎么滑 然后我教他做什么事 他会帮我做 然后呢 就这样子 后来就跟他在一起 后来在一起也是一样 他也是没有个性 就是我要对他怎么样 都可以那样子 那当然 后面他就从国外 就是回来台湾 为了我 他要跟我在一起 然后后来我在台湾待着 待着他也没有什么 一记之长什么都也没有 在国外也没有 好像也没有 也不是那种会念书的心 然后呢 在那边生活大概 十几年吧 然后英文也讲就是 还好还好那样子 就是不是说颇好那种 那当然他回来到这边来的时候 他也没有工作 也没有办法跟我有钱生活 所以他来我们家公司上班 在我们家公司 你安排的吧 我安排的 对 我安排的 然后呢 来我们家公司上班 其实我跟你讲 我就觉得说你如果 什么东西都有做得好 我觉得我会给人机会的 如果你是那种 如果是糗木的话 那就算了 但如果你是一只千里马 你需要找到伯乐 我是觉得或许你还有那个机会 可是他就真的是个糗木 他就是爱喝酒 又不会玩 然后又想要装着自己很会玩 然后他就是 常常就是迟到 不然就什么样 他反正就是我会觉得 他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就对了 然后忘东忘西 然后他虽然就很乖 但他没有自己的个性 然后你就会 就是什么事情都要 好像一直想黏着你 就是你是他的全部 然后还住到我的家里面来 但是他就是很太乖 所以我家人很喜欢他 所以他就觉得很听话 他喝酒也不会反抗 不会反抗 就是不会怎么样 他就把你当成全部 就是这辈子就是要 就是要跟你在一块 我就跟你讲 就是一个身高一百八十七公分 一百八十一 马尔基斯就对了 然后呢 就像我 然后我跟他在一起 其实算半年吧 但是其实我第二个月 我就开始看到他就不舒服 他只要手碰到我大腿 我就想把他打开 我就看到他就不舒服 你玩意了 他没有魅力 你的极限就是两个月 我跟妳讲 你如果对 两个月 如果你那个脸 可以让我看两个月的话 你后面没有这个所谓的魅力 或是你没有所谓让我觉得 我很羡慕你 我很崇拜你那种感觉的话 我跟妳讲 我很快就 想把他脚踹开 然后当然他就是这个 他就开始哭 动作动作会哭泣 我真的受不了男人哭 我老实讲 没有什么天大下的事情 就哭个屁 我老实讲 我实在受不了 我什么大不了事情 然后他就是 他就是像是说 不是 我怎么讲到这边 他都会脸吵过来是不是 不是 就是我们可能 因为他就是很爱管 他就是 什么事情做不好都算 他又很爱管我 然后说什么动不动 就是像我还记得 他跟我两句话的时候 是当年也是过年的时候 他都在我们家公司上班 他一直在我面前哭 我真的受不了 我想跟你一样 到处去 出去玩 到处去 也还用世界 我心里想说 天哪 他连钱都没有想要跟我到处去玩 我叫他好好地在家里公司上班 他说他不愿意 他想要到处跟着我去玩 可是他还没有钱 他家人呢 他家人在国外 家人就放弃他 懒得理他 没有屁用 那当然 他这样子就想搭扒走黏走 我当然看不惯这样子 一直好像哭泣的男人 那当然 还有跟我说 因为我其实那时候 我真正指 我就不想想回家 我就是能跑 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就是不想来看到他 因为他在我家 不管是霸占我的床 霸占我的狗 我好像找一个人来体验我的生活 体验者 我什么时候造就了一个 体验的服务 神经病 就是他全部用我的东西 然后在我这里 然后当然 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受不了他 然后他还故意就是 可能他 因为我很爱玩 我动刀跟人家出去玩 就是周末的时候 那他就是也要跟 就是一直要跟就对了 我是不是很想让他跟 问题是他跟你出去 你朋友其他女生会 他想要你男朋友很帅 没有 但两次后来 发生这个人没什么屁用的时候 我跟你讲 那事情就是很丢脸 然后我出外面都不想跟他在一起 就不想认他是我男朋友 因为他做的事情非常丢脸 因为他想要装得自己很会玩 因为我会骂他 我会跟他说 你不要跟我出来玩 你回家 因为他会管我 在那边的时间太长了 然后又会管我抽烟 说什么 因为看着我在旁边就是 像个小媳妇一样坐在旁边 那我就一根烟一根起来 一直抽 抽完 抽了几根 对 抽完之后 他就说 你不要再抽了 你不要再抽 我说 关我抽烟 你那些野蛮女友 我没有 不是因为我觉得你 你是去海产摊是不是 不是 快少一百 就是 就是他会在那边说 你不要再抽了 你最后一根了 什么的 我想说 这个男生真的没有用 你以为你管这种小事情 就让我觉得你有在做事吗 一点屁用都没有 在管这种无聊的东西 什么 什么没抽烟 你不然关心我 你不要看不出来你的计谋 然后他就不敢抓烟 被我骂 我说 你不要再给我回家 出来管什么抽烟 然后继续抽了 然后他就说 我不要回家 我想跟你一起玩 他就想要跟我一起玩 我说我真的不想带着你 你也不会玩 在外面什么都第一个倒的 又喝酒不会喝 你就会很快就醉倒 丢人丢透顶 你跟我玩个屁 然后他说 不会... 我现在能够训练他玩的程度 他要跟我 加入我的这个抗战当中 结果呢 我说好 那好 因为他唯一只有这个方法 想要来吸引我注意了 然后带到我们下个派对去 他想要严恃他多会玩 我跟你讲 他就是个不会玩的白痴 就是很不会玩的人就对了 他就故意装得好像 要打拍子跟跳舞 就ABC这样是不是 想要装 我就看到他打拍子 打错节拍 然后跳舞是 一休和尚这样 激咕... 一休和尚 然后打拍子还这样 没有对到 然后装得好像一副 哪边都要拍 然后装得好像一副 很会玩这样 我跟妳讲 我就坐在那里 我跟妳讲我心智全没 我要把头转过去 才会让我比较不... 不会那么快地讨厌他 然后有一次我睡觉起来 好 又来... 来哭 又哭 他这样 哭什么 你个人是比较求心求辩 而且是创意十足的人 所以你比较适合去做 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事业 就是说 大家可能觉得当公务员很棒 可是你去当公务员 就是浪费人才 所以对你来说 你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态度 或者是就一定要找 适合你的工作 好 千万不要去 真的随波逐流 去当什么公务员 弄一个铁饭碗 这个就很不适合你了喔 然后有一次我睡觉起来 又来人来哭 又哭 好像 哭什么 他躺来躺下 他看到他的手机 对对对 看我手机 他就是因为我在 我睡觉起来 他看这男的怎么这样 这样眼泪丢 我说 我心里就想说 你又怎么了吗 然后我就看他 他说 我说你怎么了 哭 我什么哭 这样瞒的 我看了你手机 我说手机也看 那你看了手机 你自己也知道 你什么样的地位了吧 打开来的人物 笑死人了 我手机打开的人物 都是国际的大DJ 在敲我 跟我要出去 国际的大DJ 当然 来 讲皮囊 那个大DJ不行 他那个头凸了 所以我 我只是 我 我没办法 这不是帅哥 但是你认识他 就是 他是唯一 我在去他派对的时候 他唯一清点的女生 他就跟我这边交换 那个讯息 嘿嘿 对 但人家大DJ是国际的 那个粉丝人数 真的是 比一个国家总统还多 然后 就那种白大的 然后结果他 他就知道 我就说 看到了没有 我等级在哪 你等级在哪 人家真的想追求我 哭个屁 你还不需要做点 搞点事情做 怎想黏着我 帮我当什么 麻雀变破罔 想爬到我石头 因为看不出来你 我看不出来你的伎俩 哪根抽 你的意思是说 他 你觉得他想当麻雀变破罔 他想当麻雀 他就想当麻雀变破罔 你是理查集额 我是理查集额 我会想说 真的是笑死人了 你以为 巴着我 走的没啦 不可能 走的没啦 我说有一天晚上说 我受不了了 赶快走 我说你赶快走 我就把他东西 全部都丢出去外面 然后说 我跟你讲 你在你身上有我 任何东西都不用换给我了 手机都不要 赶快走 我还用脚踹他 他整个过来地板 说不要走 我说走 言许奇 我真的 我真的用这个方式走 花了好久时间 然后我以为我会难过 结果我根本没有感觉 就发现我一天六 好开心喔 我发现我真的一眼都不喜欢他 其实两个月 我就真的是看透 那你这样就没有下一个啦 我才不要跟他在一起 我都要死了 我下一个我就要 我到国外有多长男人喜欢我 所以我真的不行 他没有再出现了 他到现在还是一样无能 我还是 他还是一样无能 我看到他 我跟你讲 我跟我分手的男朋友 我都看清了 每一个美好下场 有的被车撞的被关 有的还是激情 刚刚有有的被关 然后有的还是一样 真的是没有纰漏 真的 到底是想强的眼光准了 知道他没用 还是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都出事了 我应该是有帮夫云 他命格在写的时候 他才会想要抓着那个麻雀 麻雀想要变凤凰 发现变不了凤凰之后 那自己去想办法更生 当然就什么 他的命格不够 你扶不动他 我不扶男人的 我是要一个可以照顾我的 让我当小鸟医人的女人 所以想要跟强强 当强强男朋友的人 你就有能力 对 我们看你的死闻命格 有没有能力可以靠自己 对 要让我承白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 紫薇董书命盘 靠自己也能够获得成功的 紫薇命格 在这里获得成功有两种 一种就是你有自己的生活 可以享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受 也就是说 你可以掌控自己生活的所需 再来获得成功代表说 也许你可以适合创业 那么拥有自己的事业 这个也叫做成功 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 命工跟事业工 那事业工有时候 我们在紫薇斗书命盘上面看到 叫关禄工 那么第三名的话 我们看一下 就是 霍军星 就是我 就是你本人 对 好 那么她成功为什么 敢做敢为创意十足 从刚刚所有的对话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想想是不是一个 敢做敢为创意十足的女性 没错 她脑袋想到的 跟她做出来的 其实真的都很有创意 我们刚刚真的笑到不行 那么如果观众朋友也是 在你的命工 事业工 官路工 这边有做到 破军这一颗心的话 你个人是比较求心求辩 而且是创意十足的人 所以你比较适合去做 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事业 就是说大家可能觉得 当公务员很棒 可是你去当公务员 就是浪费人才 所以对你来说 你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态度 或者是就一定要找 适合你的工作 千万不要去真的随波逐流 去当什么公务员 弄一个铁饭碗 这个就很不适合你了 要有新鲜感 对 不断地求心求辩 所以是有不同的感觉 我才能够持续那股热情 而且不平常 不能太普通 好 再来我们看第二名 如果你有做到的是 七下星的话 七下星的特色在于 开疆阔图 而且它的竞争性很强 因为我曾经看过 非常多自己创业的老板 他们的命工都是做七下的 那么做七下的人 他是敢拼敢冒险的人 而且他行动力十足 往往我脑袋里面 想到的东西 我下一秒 比如说 我觉得我应该要去 买什么什么来投资吧 下一秒 他手机已经拿起来 开始下了 而且他很善于抓住机会 那个勇气也是非常的强劲的 然后能够风风火火地 为自己去创造财富 所以七下 我真的是遇过很多 中小七的老板 他们就是七下做命的人 但是如果你的身边 有七下做命的人的话 你会有的时候 会被他的速度感吓到 因为他上一秒想什么 下一秒他就去做了 所以如果你的老板 是七下做命的人的话 你千千万万 不可以动作太慢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第一名 就是我们的紫威星 好 他的特色就是 领导力很强 不拘人厚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看 因为紫威就是皇帝 他天生就有领导力 他天生就不能够拘于人厚 所以如果你也是 紫威星做命的人的话 天生就有那种当老板 跟当主管的模样 因此我不知道 你身边有没有 紫威星做命的人 但是如果有的话 你会发现 他在言谈之中 就自有一股贵气 所以如果你身边 有紫威星做命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看 也许你可以跟着他 有飞黄腾达的机会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 白玉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 恋爱中是情绪管理的高手呢 是 情绪管理高手 大家认为情绪管理高手 是不是没有情绪呢 大家应该慢慢了解了 情绪管理高手 不是没有情绪 而是能看得见情绪 并且会对情绪 有不同的方法 把它处理好 那当然有情绪高的 有管理情绪高手的人呢 他的对于感受力 是很强的 对方怎么想的 他的心灵深处 有些什么算盘 是非常有感觉的 比别人看得深 并且这个感受力 会无限地放大 那当然放大之后呢 容易把自己 放在关系中去观察 当我们比较自我的时候 情绪比较不容易管控 当我们把自己的情绪 放在关系中 去观察的时候 情绪相对就比较容易 去自我控制了 好 我们来参考 太阳上升和金星 看一下第三名 谁是情绪管理高手 双鱼座 好 双鱼座 按暂停键 冷落冷却 双鱼呢 其实他对感情也好 还是他对自己期待 那个恋人伴侣也好 他是很有 可以脑补的功能 比如说他的恋爱剧场 是很粉红泡泡 或者说他觉得 现在关系不好 但是我不想面对 所以他会脑补一个状态 让自己有一种自我说服的感觉 当自我说服成功之后 他会把这个情绪 基本上按一个暂停键 用逃避的方式 当我的情绪冷却之后 再去面对他 也许情绪就会好抒发 那大家面子不会过不去 因为双鱼认为 人和人之间 大家情绪都很多 如果我现在就直接冲过去的话 也许我好受了 但是对方没有台阶下 他是把这个感情 放在关系中去互动观察 所以他在这一点做得很好 当然做得不太好的一点 就是冷却的时候 也许你认为自己在退一步 但是对方会觉得 这个人不像人 没有人性冷冰冰的 把我冷处理 是看不起我吗 所以这种事情就要见仁见日 看你的对方是谁 见仁见智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名 天平座 笃铃哥上身太阳 都是天平座 插到了 多想好处尽量包容 天平座在感情中 如果双鱼 它有点像军人克制 那天平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坐台面的公关 罗兰 牛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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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斤半肉的牛腩 牛腩 多想好处是什么 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优缺点 今天当我情绪来的时候 一定是看到了对方的缺点 但是我不要掉入这个情绪中 我一定要多想想另外一面 它有它的优点 如果今天跟他 直接就是关系不好了 那哪一天我后悔了 这样做可能得不偿失 所以他就说尽量包容 在我在忍耐力 和我对对方的理解力 还不到一个完整的状态的时候 我还是愿意花点耐心和时间 当然这种坐台面 它是会做到好的 所以跟天平座谈恋爱 你会发现说 你的人设在他家人 朋友 甚至他的社交平台上 都做得很好 有面子也有理子 然后把你夸得天花乱坠 就是天平座爱一个人的表现 当然天平座也有他自己的缺点 比如说朋友多 事情多 有时候另外一半会吃醋一点 会说你都没有花时间给我 好像是我比较不重要 所以天平就把这个包容 会无限扩大 有时候还是要设定一点底线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名 接下来我们来林朱单谱 未来一个月我在哪方面可以 不失控 那未来一个月呢 你在哪一方面不失控 我们先来看第一组 第一组就是五颗对三颗 第二组就是四颗对三颗 第三组三颗对三颗 第四组是两颗对三颗 第五组是一颗对三颗 我们凭第一直觉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名 金牛座 强强的 青天女士焦点 有搞头 有搞头 我们来先看一下 为什么呢 自我消化 歧视宁人 有吗 从刚刚的行为之次 我正想说 强强刚刚的表现 好像很主角 非常的戏剧化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这是她在专业 事业上的一个表现 这是她的能力 就是为了让观众收视率上来 她是非常注重自己的来宾角色的 对啊 但是呢 但是呢 真正强强面对爱情的时候 她是一个角色叫做忍者 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抱这么大 小姚如果真谈恋爱的时候 是一个笨蛋 对 没错 就是忍者神龟来着 背很多东西 那所以为什么大家看新闻事件 就是王力宏事件 那对方为什么一抱就抱那么大 忍了多少年 为什么不为三个孩子忍久一点呢 就是因为她忍到别人所不能忍 忍到有点像什么 淋迟 刮骨那种感觉 就是她已经没有再多一丝丝的力气 去忍了 这个时候她才会大爆发 所以在爱情里面 这部分可能如果不太懂 没有什么经历 不太懂女生 甚至不太能从你的言语里面 看到你真正的个性是什么的人的话 他们可能会害怕你 但是这个保护色是好的 所以当我们谈的恋爱多的时候 内耗也变多了 信任感也降低了 我们再去判断一个人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正确的爱情观 会被扭曲掉 被扭曲掉之后再去看一个人 你可能就会失去判断力 所以在这里就要建议强强 除了这些外表的东西之外 可能还是要像家琪博士说的 给自己一点放空的时间 去研究自己我有什么需求 然后哪些需求是一定要的 哪些需求是不要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快 看起来有点慢 但是磨刀不误 砍材工 是一个更快的方式 谢谢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凌珠占卜 未来一个月我在哪方面可以 不失控 未来一个月 你在哪一方面不失控 我们先来看第一组 第一组就是五颗对三颗 第二组就是四颗对三颗 第三组三颗对三颗 第四组是两颗对三颗 第五组是一颗对三颗 我们凭第一直觉 来 博士 我喜欢绿色 我喜欢第三颗 三号 来 导演 我喜欢七桶 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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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数学这么高 我要紫色 一号 我也喜欢绿色 三号 我也是三号 你有请几号 你先偷偷告诉我 五郎不要欧恩 好 一 二 三 三号 我写五号 你偷偷跟我说五号 来 我们先看 四号没人挑的 观众朋友挑到的四号 是在哪一方面失控 来 我们看 这个四号 这个是在 业绩方面不在失控 这个好累 对 没人选到 因为大家关太久了 所以可能在业绩方面 一直都不是很顺利 但是当你补到这个挂的时候 那代表说你业绩已经不再失控了 那代表说未来这一个月 业绩会开始好转 那现在因为是年初 所以业绩好转的时候 如果你在这一季 你就能够接到大的订单 那代表说 你今年是都会不错的 会业绩长的 我们恭喜你 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来看强强的好了 我们补到这个不失控 就代表说你在这方面 现在目前是失控当中 但是补到的是代表说 它会翻转 来 我们来看 这个一号是在哪一方面 感情不再失控 太阳太阳了 我这边天就来了 这个恭喜你 就是感情不再失控 我刚刚也看了你的运 是在海外 所以这一个 这次这个桃花运 是九年才一次 这桃花 太远 我的妈妈 谢谢 好好的用心挑 但不在国内 好好的用心挑 外国人 不见得是外国人 但是这个你会 很爱 很有感觉 但是不要再去滑雪了好不好 现在应该沐山水快没了 我挑一个环境好的 观众朋友如果挑到这个的话 就代表说 你现在感情是失控的 因为很多人在这个疫情当中 其实感情是失控的 有的人可能是你爱错人 你一直不肯放 或者是你急着想要一段恋情 然后随便就找一个 这代表说都是失控的 所以希望你能够用你的理智 好好去处理你现在的感情 那即将可以解决你目前感情的问题 所以我们恭喜你 再来我们来看H好了 H是2 对不对 7桶 我们来看这个是 哪一方面不在7桶 我们捕到这个也就是说 你现在目前跟家人 其实是有冲突的观念 有的人是跟夫妻 有的人跟小孩 有的人是可能跟父母 可能有一些观念上的不合 或者是你们僵持不下的一个意见 有的人想要向左转 有的人想要向右转 就是说你在这方面是失控的 但是你捕到这个就代表说 家庭的问题是可以解决了 就说你们慢慢慢慢 因为新的一年开始 你们慢慢可以沟通了 可以慢慢慢慢 可以解决目前家里的问题 所以冷静一点 我们今天这个失控 都是要你用智慧 冷静地去解决你当下这个问题 那就代表说 即将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来 那我们 亚兰姐跟篤灵我们PK先开哪一个 都可以 今天最多人挑的 这个也是现在当下 最多人发生的事情 观众朋友也是我们来看 这个是 这个在情绪方面 情绪方面 这很好 其实现在很多人情绪是不稳的 有的人为什么不稳呢 有的人因为新的一年开始在慌张 我未来要往哪里去 或者是你这一年自己是忧郁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的人是自己情绪是暴躁的 有的人是可能家里人生病了 你的情绪过不了那个关 或种种的问题 都是属于情绪方面的 所以当你在 捕到这个挂的时候 有人是事业压力 有人金钱压力 有人是健康压力 有人是家里人的这个种种一切 就是情绪的问题 或者是你把自己弄得太忙了 或者是你又想往东边走 又想往西边走 到底是我要出国好 还是留在台湾好 就太多的情绪 复杂的情绪 所以你在这个情绪失控 这代表说你捕到这个挂 那个情绪就稳定 对 而且你现在当下的问题 其实是可以解决了 所以还是要冷静下来 如何看待你现在面临的问题 你用智慧去解决 肯定是可以解决 那我们来看赌灵 赌灵阿伯的 又是一支毒的 赌灵你最近忘到不行 对啊 真的 你去拜什么 肯定去拜什么 来 我们来看 这个又是金钱方面 好严厉 这么多钱 对啊 还没得到 数钱数到兔 对 这个观众朋友如果是捕到这个挂呢 你正在为金钱烦恼 真的不用烦恼了 即将有贵人出现 那你的业绩也会翻转了 所以我们恭喜你 我们也恭喜赌灵阿伯 不再缺钱了 好 来 谢谢老师 来 我们这次张佳琪博士的新书 《失控的爱》推荐给大家 什么人该看这样的书 正在谈恋爱的吗 我觉得你的对方怪怪的 没错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自己 或者是你观察身边的人 真的都有蛮多 所谓这个失控的爱的 这种议题 那我觉得我这次写这个东西 我很重要的想要传达的就是 其实在这种事情上面 我们不只是疗伤而已 我们一定要找到 成长的一个方法 是 所以我特别把它分成六种 就是我希望是 大家在看过以后 你一定会因为里面的故事 你会很理解说 对我本身而言 我到底这六种里面 我经常面对到的是哪一种 还是哪两种问题 所以我书里面 就会去很仔细地去介绍说 这六种你会需要 不同的解决方法 因为真的每一种问题 它的解药真的不一样 所以你透过这样子的认识 就可以去找到那个 真正可以让你成长的方向 这是希望带给大家的东西 是 推荐给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来宾 谢谢 好 感谢收看 拜拜 拜拜